大家好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 烂科围棋联赛第二轮 手破离对天文队第一台的比赛 这一轮呢 手破离对直黑先行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对决 黑棋走了一个幕外 棋手棋下来呢 黑棋在棋盘上布下了一个 迷魂大阵啊 主要是下面三颗连片的紫 幕外这颗紫和中间这颗紫的间距也比较大 而且也特别容易让白棋挂脚 我觉得在连片的地方这样走呢 让对方明显有了一个挂脚的好点 环境呢比较宽松 这样的一个好点呢 我相信对白棋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所以我称之为迷魂阵 因为有这样一个迷一样的好点 对方挂脚 夹击 那就是说迷魂阵的目的可能就是诱使敌人早早挂脚 然后发动攻击 那我们看下面的进行 搭出来 白棋挡住脚伸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棋 迷魂阵的威力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再压一手 强行搬住 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断掉它 既然它长了 然后搬 我觉得这地方也不能被欺负了 断掉所如何呢 像这个断肯定不成立 是吧 那断掉它有什么不好的呢 现在改成拆一 拆一这种棋 我觉得不如在上面跳 斜拆 像小飞不如在上面单关跳啊 这样子拆感觉入差有点大 入差有点大 这个从五线俯冲到三线 棋型上也是感觉到这个单关跳手一手 棋型上也感觉到饱满 结构上也比较合理 这个断可以这样打 也可以这样打 都可以追掉它 如果不想让对方的脚立下来是先手呢 就这样打 如果不想让对方在外围有什么介入 就这样打 但是我觉得跳一个 相对来说提形结构更合理一点 再看这个拆一 实际上这个时候黑形应该是拆二吧 现在这个压一手 改成小飞拆一 我觉得不一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 让白棋在这儿虎头 这样一个虎头 我觉得还是 现在白棋在这个迷魂症里面过得很滋润啊 拿脚 拖头 并且天王盖地虎压在这个小肩上 我觉得黑棋下面这个阵型还是很容易让对方打入嘛 那这手棋我觉得小飞不是太好的 包括这个压 压了对方搬 我的理解就是既然这样强行走 那就应该给他断掉 这样我觉得也要一番大战吧 黑棋也没有害怕的理由 难道要这样搬吗 断掉以后呢 白棋中央一格子还是比较孤单的 另外呢 脚上也还没活干净 这边告一段落 挂脚 这是一部拆迁架 一层良用的棋 这个宽家呢 不严厉 对方就选择双飞燕 这个地方感觉 白棋这个宽家主要是照顾下方 下面如果说黑棋飞走成这样 这个结构还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黑棋不一定按照白棋的意图走 但是从照顾的角度上来讲呢 现在上面这颗子还是孤零零的 我觉得更应该去手脚 因为在这一带 基本上都是黑棋的势力范围的 至于我们这颗子 还是比较孤单的 如果说这边是白棋 我觉得还是可以走在这儿的 右上角是白棋 那还可以 但现在是黑棋 所以说这颗子呢 四面主哥 还是应该更多的照顾这颗弱子啊 手个脚 手一步脚 如果对方飞了 我们要是想加 还是可以加的 因为手一步脚 可以限制黑棋在整个右上一带的发展 因为黑棋在这一段 有可能形成模样嘛 所以说限制黑方的发展 也是一种步调吧 像这个单关跳 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 因为黑棋这块迷魂症呢 也不太强 实战当中 夹 双飞 唬一手 双飞咽 这样唬下去 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唬下去 被对方打一手 一般都是长一个的 这样的话 你长我就挡 对吧 或者你进来点 那我有两个选择 扶这边 或者挡这边 如果呢 我想见这黑棋的模样 那我就扶这边 吃掉 这也是一种走法 当然是个后手 不过应该也是可行的 就是 这颗子的效率降低了 然后 到这边 让对方得个脚 通常这样唬住 拐上来 双飞咽的时候 唬下来 让对方这样打 这个得失 就有点不明了 总是感觉到 白棋有点委屈 或许这也是 收紧拳头 要作战 黑棋殿下 实际心情上 很想跳出来 这个跳出来 感觉 还是比较爽快 离不齐 当然呢 也得防止 白棋这个段 将会形成一个 激战的场面吧 黑棋立下来 这样压 支 拐头 这样呢 黑棋还是在右上一带呢 形成了两翼张开的 这样一种正式 再反观白棋这个配置 不是太理想的 尖 尖一手 尖一手 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 这个黑棋拐住以后 黑棋上方的正形 眼看就要成型了 我觉得当物质起 还是应该到这边挂脚 挂脚从宽的地方挂呢 应该是从这边挂 但是呢 这边的黑棋 头型比较高 而且棋型也很坚实 那这边的话 黑棋如果左一步 这边就成型了 所以在对方将要成型的时候 应该及时去打入 而左边这一带呢 黑棋行不成特别好的配合 不管你是去跳啊 还是小飞啊 就是说黑棋这边 不管怎么走 他的正形不是太生动 而这边如果不与手 那就是一个很完善的地方了 所以说在敌人将要成型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去打入 那这个小间呢 小间的目的 一是限制这颗子的活动 嗯 是怕这颗子逃吗 因为从棋上来讲 黑棋这块地方 比白棋这块地方要广阔多了 限制他可能没有这边的打入 更重要哦 挂脚是一个大厂呢 这个大厂呢 本身也是破坏对方连片的最好点 而这个尖呢 是怕对方这颗子逃菜吗 加吃 打然后再打 这样是逃不掉的 对吧 这个是牛羊头 在前面这个虎头 虎之淡淡 一口就能把它通一下 还是很厉害的 既然这个起经逃不掉 而白棋这个脚呢 又是虚的 有风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应该不大 是吧 应该不大呀 像这个地方 我觉得只要起经不出问题 就可以了 那尖一手 黑棋把上面手一手 小尖手 小尖手也是手 和跳手啊什么的 也没有大的差别 然后白棋在这儿跳一手 白棋这手跳 比较忙碌啊 一头不是太明显 像这个虎头已经很强了 如果想在这带走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走在这儿 而对方呢 也拿你没招 没啥好办法 跳了以后 让对方去补一手 那白棋的想法 可能就是我让你围 等你快围起来的时候 我再去打路 但这种战刃 应该用在上面这块 再堆 把这个小尖改过来 觉得比较好 现在补过来 这样 这块白棋处理的还挺好的哈 底下这边也被你打了一下 然后这个拆衣也不漂亮 那这块棋 迅速出去啊 白棋处理的应该还不错 但对于这块 我这边是小尖 他这样走 我是不是可以坚定啊 盖下来 因为你是小尖 就比较坚实嘛 是吧 我觉得 没什么不好的 嗯 这期好像要自活 还是坚守比较好 坚守如果我向外长 也没什么好处 这个难道是飞起来 还是要被攻击的 这样挡下来 这片小尖 这颗子就显得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这样很轻松的就能处理出去 嗯 虎出去 我的感觉应该是在这带飞出去 或者从这带飞出来 像现在 应该像高峰发展 是吧 这个地方如果在原地做活 没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这带走啊 可能还会限制黑棋上方模样的发展 这样唬一首 黑棋点了 黑棋呢 就是通过这几步棋 把上面的正经呢 也稳固了下来 这边啊 已经是彻底不好打入了 只能是 几点下 不过 也形成了一个后手 但是也算达到目标 再有一步棋 这儿跳下来一步棋也很大 迷魂症也越来越危险了 这一次 黑棋不闻不问 黑棋不管了 继续出洞 这手尖了以后 他还要出洞 呼 打 黑棋把这个脚给掏了 不过这个脚本来就是漏风的 但是 毕竟掏了 那 黑棋这样掏 如果 白棋当时这样 挡上呢 像 这个肯定是逃不掉的 其今还是稳如泰山 但这个时候 虎 我觉得 不如挡上 不能让他轻松过去 既然有来犯之敌 没有让他轻松的道理啊 是吧 然后猛烈的攻击 这才是正道啊 是吧 哪能说一打入一洞 我就轻松的割地求和呀 这边得到一个先手也是不错的 打入 然后在这边 迷魂症虽然迷魂 但是很容易在里面去活棋 然后黑棋再扣 黑棋 感觉有点像洗衣机啊 这般棋是先往后洗 这上面老了这么大一块扣 下面来洗白的 这边搅洗了 再洗边 这是想让白棋倾家荡产的节奏啊 好 活棋 这洗衣机 真是大攻略洗衣机 每次黑棋打入白棋 就这样轻易的让对方活棋了 有没有更强的做法呢 觉得这地方搬也行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一定会挡上 不能让他轻松活棋啊 这不行吧 这个打 或者这样打 不管怎么走 就先接住吧 这棋没什么好心 但还是觉得应该虎度拿脚 一定不能让对方轻松活棋 像这边这块棋 迷魂症这个外势 无法发挥作用 在白棋这个强大的结构面前 它也是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 我觉得这块棋最好是插 揪住它 不让它活 然后再看黑棋的处理 或者说碰一个我觉得单肠 大概是尖冲吧 单肠还是有点晚 搬 总是让对方这样轻松活了 我觉得不太好 下面对这块棋实施强攻 不大 现在开始着眼 然后这副跳 在这边大跳 有点欠托 是不是滑标了 看看 我这个大跳就送进去了 不但送进去了 而且还把这块黑棋关进来了 这个大跳可能是滑标了 没取得预期的效果 然后这块黑棋也没有活棋 面临着打结果 这地方大跳对方靠 挖一说怎么样 挖一说 到这里黑棋也没活 黑棋走 走 走一眼 这边打 这是一个打结果 很讨厌啊 挖一说好像也不是太好 这部棋还是跳跃了 可能加一个比较好 像加一首白棋打 是不行 打了不行 就让对方出来 或者直接接住 那么不打 搬肯定也不行 那长吗 长了黑棋就跟着进来 这个中复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边 还是靠一个比较好 打结 这么一条大龙现在打结 当然是很痛苦 黑棋现在打的都是承接 这也没办法 白棋索性提掉 那这一大棋 黑棋洗衣机的攻略 是很强大的 但是活棋的时候 可能是受滑镖的影响 洗衣机一直洗到这里 确实很辛苦 好容易赚了一点钱 但是结果让这个滑镖 赔本了 轻轻过过的血汗 全部都赔进去了 打入在这儿破空 这边让白棋当头一正 在这儿白棋也是很有收获 肯定要有四五十目的收入 这个肯定不行 黑棋这盘棋 前半盘我觉得下的都比较成功 老地也捞得非常好 就是这个地方处理得不太好 但总的来说黑棋 就是算他打入 实际上也有点过分 让人家倾家荡产 还不找你拼命啊 是不是 而且这块鞋 我们也应该看到 诸位全是虎之淡淡的白棋 精锐部队 在这里再去打入 实际也有点勉强 还有就在这单场一个 这样处理 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我要跟定你 你要逃跑 还要花好长一段时间呢 那这时候再进攻 就不好玩了 总之在这块 白棋应该去缠绕 去攻击 当然我也是随便拜拜 不能让对方 就直接这样活了 然后再单独供这块棋 还是有点难度的 单独供一块骨气 一般来说对方是不怕的 但是这步去感觉就不太好 感觉应该这样 像这边搬也搬不住 在这块白棋应该还是比较头疼的 虽然长一手 但也可以挡住的 但是这个可能还能搬 对了我就打 打 长 对吧 这个还能搬住 还能搬住的话 这比较难走 如果要接住的话 补住的话 黑棋只要补住 想杀棋比较困难 或者说我走到这边 直接收兵了 你退了我收兵 我在这边做活 在这边再去补住做活 总之这步棋 大概就是黑棋 培进学汉拳的一个 一步棋吧 到这里呢 黑棋前面的优势 就在这一步棋当中定格了 洗了半天衣服 全培进去了 下面就开始 白棋在这一台下呢 就比较简明哈 就是唯唯空 说说乖 也不打不闹了 该活的活 该补的补 这样呢 这盘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边立起来 对 在这打个小叠 牵手去做活 到这边都是小关子 咱们就不讲了哈 总的来说 黑棋这半题 还是非常可惜的 前面摆的迷红证呢 也没记得什么收获 这边迷红证 没啥收获啊 是吧 但是在这一带 双飞业以后 我觉得黑棋的收获 还是蛮大的 白棋在这边 是补了又补 这个真实 到这里 白棋应该 向中央一带寄出动 应该出来 实战当中呢 这样总一手 也是因祸得福 居然得到一个先手 在这个地方呢 白棋 也是一个进攻的机会 黑棋几次强行不共 我看 居然都还挺成功的 为这个棋 我看白棋在这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啊 这棋 应该贯彻攻击 能让对方轻松活起 对吧 这个 让对方转身 当然白棋这边也是有战略的 总是拿到先手 先手虽然拿到了 但时空还是有一些损失 时空现在不多了 像黑棋的时空还是比较多的 像这一代的黑棋 是不是就该考虑去削一削 比方说在这边震一震啊 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去削它一下 反正也还可以吧 可以去这样下来也比较从容吧 这个铐就比较 比较强势 到这里呢 也算是有惊无险 那这盘棋就被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